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兴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微微卫视2月7号的 教练对话节目 前红卫兵小将宋彬兵道歉事件 勾起了人们对于文革暴力的 集体记忆 引发了有关文革之罪 与赎罪的巨大的争议 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探讨 文革中的血腥暴力 第一造成文革暴力的 各种因素是什么 第二政府与个人 各自应该负多大的责任 最后文革暴力 与今天中国社会的暴力之气 有何关系 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独立思想家 艺术家王康先生 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 龚小夏女士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 高文谦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 我们今天的教练对话节目 谢谢 谢谢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造成文革暴力的原因 著名红卫兵小将宋彬彬 为文革恶行道歉之后 受害者 变仲云的丈夫 王金瑶表示 在真相大白之前 不接受道歉 并在声明中 描述了变仲云 被折磨而死的惨状 这种痛苦的记忆 使人们不得不问 当年花样年华的青春少女 何以成为政治风暴中的 凶神扼杀 文革暴力体现的人性恶 是如何造成的 好 我们今天就来先从这一部分开始讨论 那么我想说到这个文革暴力 当初的失与受者 都已经年事已高 大家可能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对于这个暴力 就是记忆或者了解都不多 那么我想先请各位来 讲一讲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么先请高文 先来讲一个 你自己的这个经历 就是文革暴力的经历 这个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现在想起来 真是像一场噩梦一样 令人不寒而栗 这个文革那年 我在北京上初中一年级 那么那个年代 是一个狂热暴力 血腥恐怖的年代 那么北京中学红月兵 打头阵 奉旨造反 先是在学校里面的斗老师 斗校长 剃阴阳头 这个挂牌子 这牌子都是很重的 上面还特别用细铁丝拴掌 所以说可以勒到脖子的 那个肉里面去 后来呢 红月兵就走上社会 所谓破四旧 烧书烧画烧文物 然后呢就是抄家 主要对象呢 就是地富反坏右 那么把他们要清理出北京 因为北京呢 是革命的首都 不允许这些人能够留在这块 那么仅仅所谓红八月 这一个月呢 北京就打死了1700多人 当时呢正是夏天 八宝山火葬场的话呢 这个焚烧炉啊 当时很小 来不及焚烧 所以尸体呢就堆在外面 那么放上冰块 结果呢是这个血水的话呢 这个流淌啊 这个尸臭熏人 好 破空 你有什么样的个人经历 我前几年呢 这个写过回忆文章 我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我说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 很长一段时间 我落下了恐惧症 因为我从祭祀的第一天起 我能够 我祭祀的第一回起 我能记得的事情就是 有人来抓我的父亲 那么捆绑他的笋子 是那个不是一般的笋子 而是抬石头 石匠用的那种 像竹竿那么粗的笋子 而打在他身上呢 不是一般的棍棒 而是那个石匠抬石头的钢签 后来他被抓去了一个批斗 别人告诉我 他是不是跪在一般的地面上 地上有玻璃渣 血流如水 说这些 而且这个半夜三更呢 经常投过纱布蚊帐 看见一个血迹模糊的人形 那就是我的父亲 我母亲在跟他疗伤 我不是被吓醒 而是吓得再次昏睡过去 噩梦连连 很多年我都恶梦连连 说这个 说三岁定终身 这就是我文革留下的一个 惨痛记忆 小夏 我只想说一个具体 我亲眼看到的例子 那1968年的时候 广州正好非常乱 当时说很多 劳改农场的劳改犯 逃了出来 结果这天突然 罗声大响 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 大概十点十一点的样子 我从家里跑出去 跑到我们附近的一个 就是他们说 抓到一个人的那个地方 很多小孩就爬到窗户上看 里头看见一个人 就在绑着被打 那个人二三十岁的样子 几个穿着军装的小孩 在打他 打着打着打累了 那个人不知道怎么打 一声不吭 可是我记得他脸上非常红 那时候突然呢 有人拿出刀子 我记得刀子 我第一次见的刀子杀人 是顶上这么杀的 而不是这么打的 我们平时都会说 刀子这么杀人 这么打进去 然后那个人的脸上 一下从很红变得蜡黄 流了很多血 那个当时的砖是红砖地 那个那滩雪在那 在我们家附近 是好多年的 一直那大块大红砖的雪都在那 后来才知道 当时那些人抓着这个人说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 他不回答 这个人是个聋哑人 结果他的尸体就被吊在 我们去买菜 那个一号车站的 那个电线杆上 吊了三个礼拜 好 老康 我来自重庆 重庆的武斗士 当时中国之冠 除了没有用飞机之外 大炮 轻重机枪 高射机枪全用上了 重庆当时有一千多个 宏伟兵和大文派的坟墓 大概两万多人死伤 后来在现在就保存了一个 就是沙平公园的文革墓 那个里面有114座 高低错落的墓碑 一进去就非常的阴森 一共有411名年轻人 工人 大学生 中学生等等 这个坟墓 现在可能是全国的 可能最大的 肯定是最大的 也许是唯一的一个 宏伟兵的坟墓 它是一个活的 一个文革的纪念馆 本来有几次被夷为平地 那些开发商们 把那个看为风水宝地 要开发 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薄熙来主政的时候 把它变成一个 重新的世纪的文物保护单位 所以保存下来了 好 文谦 刚才我们每个人 讲一下自己的经历 我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 文革的暴力呢 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你是搞党史研究 请你给我们一个全景式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文革暴力呢 可以说是毛泽东鼓动 这个领导或者是上面带头 全民参与的这么一场 全民的这么一场 大暴力活动 可以说从上到下 从始至终 一直贯穿于文革的整个过程 那么咱们先来说 官方组织的批斗会 在北京呢 有很多这种官方组织的批斗会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我就可以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了 一个是罗绿卿当时已经被摔断腿 然后他被装在破框里面 抬到会场上去批斗 再有一个呢 是北京军区的卫区副司令 叫做李中奇 他在斗彭德怀的时候 他一拳就把彭德怀 就这个打倒在地 这是党的高级干部 还有呢 是六七年 在京西宾馆批陈载道 这个吴法县上去呢 也给这个吴 这个陈载道一个耳光 当时江青说呢 这个受到江青的表扬 江青说吴法县很有革命小将的精神 再一个我想提 现在的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当时批斗的时候 也是被这个揪着头发 做这个压着肩膀 做这个抨击式 这个是官方的批斗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民间两派 民众两派的互相残杀 文革呢 有三大屠杀案 一个就是北京大兴屠杀案 这个主要是在所谓红八月发生的 剩下两个 就是一个就是湖南的道口的大屠杀 这个的话呢 死了四千多人 当时把几百具尸体啊 就是顺江而下呀 整个这个水都变了颜色 而且其中的话呢 还有这个这个一个妇女啊 身上驮着这个捆着的婴儿 这个最这个登峰造极的 就是广州的这个大屠杀呀 发展到吃人的地步 抛斧 吃人的这个心肝 还有的话呢 拿这个地主子女的这个这个头的话呢 当篮球扔 这个是这个这个 再有的话呢 第三个类型呢 就是这个群众那个专政的酷刑 毛泽东呢 在文革中呢 他认为群众专政这个办法好 因为当时砸量公检法了 因此的话呢 他的话呢 这么一号召的话呢 下面这个各个群众组织 就是私设公堂呢 这个各种刑法呀 五花八门呢 这个确实是都难以这个形容了 最后呢 我想说的话呢 就是官方的 法西斯市的审查方式 按说的话呢 官方的话呢 应该的话呢 这个做的比这个民间组织文明些吧 其实不然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北京市市长刘仁 他关秦城监狱七年 一直被带着镣铐 大冬天的时候 都不能够穿棉衣 他这个手腕都磨出了那个骨头 最后毛泽东呢 不得不在林彪事件后宣布说 废除法西斯市的审查制度 再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 就是张志欣 他是毛衍兴批准的执行死刑 他死的时候是被隔口管 而张志欣不是第一例 在他之前已经有三十多例 好 破空 再请你简单介绍一下 红卫兵的这个暴力的情况 请你简短一些 红卫兵的暴力是从红八月开始的 就是宋彬彬他们的所谓的北市大女附中 或者清华附中 学生打死老师 学生打死校长 在两个星期之内席卷全北京 两个星期之内 将近一千八百人被打死 三万三千多人被抄家抢劫 十万多人被驱赶出北京 扫到乡下 而后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讲这个红卫兵全国串联 这个武斗这种血腥向全国蔓延 最令人发指的就是 1967有三场大屠杀 1967年的大兴县大屠杀 68年的广西道县大屠杀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 67年的大兴县 那么这个大屠杀中 这个像大兴县 一夜之间把22户人家灭门 其中的把这个婴儿 一脚踩着一只腿 另一只腿 另一只尸起来尸成两半 比他们所说的 什么日本清联军那残酷百倍 把这个人都推到这个水井里 推到什么围堂里 用笋子勒死 再到县 一夜之间九千多人被屠杀 笋子勒死棍棒打死等等 而且那个红卫兵四报的时候 上次我们讲的铜扣皮带 什么带铁钉的棍棒 然后那个军靴都一直上 而这些都是所谓的高干子弟 就是高干子弟 引导的这种暴行 这种暴行在文革中 头几年是非常惨烈的 好 我们说到那么多的暴行 那么我们当然最先就要看 这个造成这个暴行的 制度性的原因 我想请王康先生 先来发表一下看法 当然是极权主义 但这个极权主义 是起来有字的 我想说说这个文化大革命 他的老师 他的前去是法国大革命 尽管法国大革命提出了 自由平等博尔的口号 但是他同时 给历史留下沉重的遗产 第一就是他实行革命的 巨大的崇拜 像法国大革命 这一点就派生了 若干沉重的历史遗产 第一就是所谓的人民崇拜 像是乌合之中暴民专政 第二 暴民专政 必然导致这个恐怖暴力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在雅各宾专政时期 法国人血流成河 多少能上了端头台 包括六一十六 所有的那些亡党贵族 那些吉人特派 一直到雅各宾派 自己罗布斯比尔 马达丹东这些人 第一是他们把意识形态绝对化 狂热化 第五就是他们实行 强烈的彻底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 历史虚无主义 和历史一刀两断 彻底的决裂 这个 当然法国大革命 不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 负这个责任 那主要是应该就是 就是毛泽东代表的 当时的中共啊 他们搞这种极权主义 但是他们有一个效法 有一个老师 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个源头 毛泽在1973年 见到法国总统彭毕度的时候 曾经说过 他说我对法国历史非常有兴趣 尤其是法国大革命 他说我还会上马赛去 我研究过 他们都不是比尔 富利亚 普洛东 他们那些传记 应该说这个 法国大革命是中国 刚才我说了 遥远的一个榜样 一个参考物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过去啊 我们谈传统专制 现在中国人很多人把这个传统专制 和现代专制混淆起来 传统专制是一个皇上 或者一个军队什么等等 一小批人专制 而文革我们看到的 法国革命 我们也看到是群众专制 什么叫群众专制呢 我给他起了一个学术名词 当时写文章的时候 叫参与性的专制 因为我们知道20世纪的时候 就是法国革命开创了 人民参与政治的传统 那么呢 我们一般都会注意到 参与性民主 大家投票 可是很少人争取研究 参与性专制 而这种参与性专制 是非常可怕的 就一种思想 一种崇拜 可是让全民一起参与专制 所以这个呢 在中国的文革中达到了顶峰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在世界其他地方 比如说在柬埔寨 波尔布特政权 比如说在非洲很多 崇尚马克思主义 那么这么一种地方 我们都看到这种情况 好 高文千 请您分析下 这个文革暴力的制度性原因 这个红卫兵呢 实际上都是红旗下的蛋 他们是和狼乃长大的 从小呢 就是被灌输的 就是这个党文化中的敌对思维 和这种借机仇恨的这种心理 所以呢 那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很经常说 对敌人的这个 这个仁慈 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像雷锋的著名的语录呢 就是对敌人要像 严冬一样 残酷无形 而呢 这种东西最后演变下去的话呢 就是整个大范围的这个 这个 这个暴力的 这么一种 最重要的这个制度 文化这个原因 那么呢 实际上呢 这种文革的这种暴力呢 实际上是是中共体制的这个暴力基因呢 这么一个吓得这么一个蛋 而且这种体制暴力基因呢 一直贯穿到中共党史的血脉之中 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著名的几段语录 就是第一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第二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那么文革的红卫兵的话呢 实际上像清华附中 他创作的造反歌 就是充分体现了这种暴力的血腥 他的话叫忠于领袖 忠于党 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好 破空 这个关于这个制度性的这个原因 说到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我觉得出于时代信息 和当时的技术条件 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为 那么中国的暴力 还是主要来自于 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暴力 来自于共产主义革命 而共产革命还不是 马克思恩格斯那种理论体系 而是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 从列宁开始 所谓列宁搞的这种 建立这个七卡 就是格格勃的前身 制造大恐怖 暗杀 屠杀 集体屠杀 而列宁下令对这个末代沙皇 全家这个斩杀 创造了一个血腥的先例 后来斯大林更是登峰造极 制造大清洗大屠杀 制造大恐怖 几千万人被杀死 那毛泽东是这个 集大臣 集共产主义 这个血腥革命之大臣 古今中外之大臣 在中国发动的 就从头自尾 就是搞血腥 他从这个农民运动开始 就搞这个暴力 然后是土改了血腥暴力 杀地主杀富龙 一直到三反五反 后来这个反右 一直到文革 达到了一个暴力的极端 说这个东西 主要就是他们的 这个暴力革命的学说 这个暴力革命 按毛泽东一句话就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是一个暴力革命 是把敌人要从地球上抹去 关于这个我想补充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是很多人现在说文革 就在说 说文革是法治无存 公检法全砸烂了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当时公检法被砸烂 公检法是单向的 你试试看 来一个真的是反对政权的 就是那个暴力 比如谁要组织一个游击队 去反对中共 那公检法是毫不留情的 所以在很多这种革命中 公检法系统并不是瘫痪 而是单向瘫痪 好 再请王康先生 跟我们分析 我们知道您对中国文化和历史 有相当深厚的了解 那么就是说您觉得 那么中国文化和历史当中 又有哪些因素 跟这个文革的暴力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两大传统 一个是农民起义 农民造反传统 这个毛泽东是特别欣赏的 毛泽东在1964年 春间的时候发表一首诗 就是《独死》 公开的来表彰 就是所谓道治庄桥流域后 跟陈王奋起辉煌月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文化大学 是毛释放的一个信号 只不过我们当时 当然我们年轻 没有几个中国人念懂了 他说流遍了胶原雪 他认为历史就是流血的过程 歌未进东方白 他这个显然要重新 把这个农民造反起义的 这种破坏性的力量 用来他行将到来的 文化大革命当中 第二就是九年之后 1973年 他做了那个读 什么《封建论》 《陈歌老》 公开的那个表彰 秦始皇 就是劝君少骂秦始皇 粉书是要商量 文化大革命 某种意义上面是 传统的农民造反 和秦始皇的帝国传统的 极大成的意思结合 就是毛泽东代表了 现代的一个秦始皇的 个人绝对独裁 加上红卫兵造反派的 这个底人造反 结合在一起 才有这么强大的这种力量 那这个之间呢 需要一种法家的理论 中国古代大家知道 有圣道 申不害 商鞅 李斯 这些为这个帝王的法术士 做理论 理论阐述 到了文国当中 有张春桥 姚文元 王立 习本宇 官峰等等 这个法家的贫乏批辱的 这些理论家们 把毛的这个帝国 毛的绝对独裁 和造反派红卫兵的这种 空前的这种颠狂的破坏 凝结在一起 这三种力量 构成了文革的 传统的破坏性的因素 好 小夏 我有时候还是对这个 跟中国传统这个关系 我有点怀疑 因为中国传统历史上 中国人就是说 与世界各民族相比 他还是相对比较尊重知识 比如说当时 这个大饥荒的时候 大家先把教师保下来等等 中国整个社会 跟其他社会相比 是有一个对这种传统的 这种知识力量 这个系统的尊重的 而毛这个做法呢 它是真 就有一些中国传统农民 造反的传统 但是更重要更重要的 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虚无论 这一点我觉得 王康先生我们这点 是有能够一致 历史虚无论 就过去所有传下来的东西 都是必须推翻的 必须打倒的 而首先需要打倒的 是上层建筑 这是毛说的 所以这种 就是为什么先从造反杀老师开始 有这个道理 好 文谦 我觉得的话呢 文化决定行为 那么这种 一种暴力的行为呢 背后的话呢 一定有这个文化的暴力 那么中国呢 刚才小夏说呢 中国还是比较 好像是尊重 但我在这点上 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的话呢 中国的这个文化呢 这个传统文化中呢 确实有这个 崇拜暴力的这么一种传统 最典型的 就是这个水浒传 它鼓吹着呢 是一种暴力造反文化 那么呢 社会黑暗 那么的话呢 我们可以不择手段 比它更加黑暗 于此呢 可以滥杀无辜 可以开人肉包子店 这个 而且呢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的话呢 这个战争的血腥残杀呀 恐怕在世界历史上 也是少有的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可以 就是这个秦朝白起 坑杀赵军四十万士兵 全都给他活埋 再有的话呢 就是说呢 中国的这种酷刑制度 中国的酷刑制度呢 恐怕也是在的话呢 世界之罪 有凌迟 有弓刑 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剥皮 其中的话呢 其中的话呢 临时的话呢 到一九零五年 才结束 再有一个 跟中国社会 这个习俗也有关系 中国有的话呢 宦官这个燕阁 有这个 这个国小九 有这个 这个 这个珠莲 有这个妇女的 这个 就所有吧 就等等的 这些东西的话呢 合起来呢 是一个党文化 和中国传统文化 暴力传统 这一个 一个 一个结合 文革是一次大表演 好 破空 对 关于说的传统文化 我想起鲁迅先生 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随唐以后 他说日本 不知从中国 学到了多少好东西 但是日本坚决不学 中国的那些丑陋文化 比如说 临时处死 比如说 这个残脚 比如说 太监 就这些都是 中国特有的暴力文化 什么叫临时处死 就是所说的千刀万剐 让一个犯人不是立即死亡 而是漫长的过程 千刀万剐的漫长的死亡 这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发明 另外就是说 太监阉割男人 把男人阉割 也是中国特有的制度 残脚 为了取悦男人 把女人从小来的痛苦的残脚 这就是另一种暴力 结合到这种家庭暴力 打老婆 打孩子 是中国人的典型 那有的打孩子 我在小时候见到 发孩子跪 棍棒交加 什么拳打脚踢 简直不把孩子当一个人 就是说就这种暴力 在中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 另外我还想起就是 德国的哲学家何德 他说过一句话 当时18世纪 这个欧洲都还是比较混乱 而中国的文明呢 好像在世界上 还比较那个领先 当时很多人羡慕中国 但是何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都看到中国有个停葬制度 他说一个统令千九万马的统帅 一个保都师宿的重臣 突然被皇帝下令 当庭宣翻 脱下衣服 什么就开始停葬 打几十大棍 他如果是这样的制度的话 他说一个人 不能表达不同的意见 然后就要当众羞辱 就像父母对的孩子一样 当众体发 他连这样的大将 这样的五层头 他这个国家培养的 绝对不是成人 培养的绝对是一个弱子 他这样的制度 我们是万万不可学习的 而这些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 中国独有的暴力文化 好 最后我想 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想请各位 很简单的评论 就从心理层面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文革暴力中 那些施暴者 体现了一种疯狂的 这个宣泄和激情 尤其是红卫兵暴力 是引起很多人的探讨 就是说为什么 这些花样年华的 青春少女 或者青春少男 能够成为 这个暴力的恶魔 那么我想请各位 简单简评一下 那么王康先生 你去从心理层面来看 中共统治这个社会 是个极度压抑的社会 是个禁忌社会 动德得救的社会 也就是所谓的 新教徒和斯巴达克的 这种社会 它的人性的 各种各样的正常的 自然的各种欲望 长期被压抑的 我是那一代过来的 我知道 比如我们男女之间 那是绝对受受不清的 讲话要分一条线 这个可不是小事情 这种青春期的 这种性的这种意识 或者欲望 正常的交流 对一个人的成长 是至关重要的 弗洛伊德 龙格 他们早就说 分析得很清楚了 集团社会 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压抑人的 这种正常的欲望 然后把它引导到 另外一个渠道去 比如暴力 恰恰这个需要释放 比如虚无主义 比如仇恨 比如血腥 可血 为什么青年人 中学生 女生 都容易走这个道路 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最可悲的一个事情 在人类历史上是 从来没有的 就是花季的这些少男少女们 用皮带打他们的老师 甚至打他们的父母 这个是长期的这种教育出来的 好 晓晓 但这里头呢 虽然说有很多大的制度上的因素 但是也有很多个人因素 是不能忽视的 就是当时你要看 整个这么多中学生 小学生 参加打人的多少 不出5% 我调查过我相信 我父母当时都是中学老师 我母亲说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非常深 她的学校里 打人最厉害的是谁 而且带人到我们家抄家 打人的是谁 就是这个人 我妈妈是英文老师 当时我妈英语考试吧 就给学生考 这个学生是个干部子弟 只写了一句 毛主席万岁 long live chairman Mao 我妈就给他一个不及格 她把我妈打倒在地的理由 就是说 我写毛主席万岁 你竟敢给我不及格 这是带头打人的人 这是他们体现特权的机会 而不是说每个人 很多人都压抑 为什么偏偏是他打人 好 破空 再说你 文谦 那个 OK 就是说我同意王康先生 和小夏这些说法 我就补充一点 就是因为当时 确实有这个青春期的中学生 正是青春的反叛期 这个霍尔蒙的话 过度分泌 而没有宣泄的窗口 这个 而且呢 中国的教育方式呢 是叫做棍棒子 一些出孝子 这个家庭之间呢 缺少一种亲情 再一个 我想补充的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 实际上呢 辩忠云这个校长啊 实际上他也是 负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他在精心培养的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恰恰就是这些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话呢 在这个 在这个文革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背景 背景下面 这么一个花季少年 这么这么一个 这个优秀的学生干部 但是呢 最后的话呢 变得六亲不认 变成了面目猙獰 最后呢 残杀自己的老师 这也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好 破空 我说 这个教唆青少年犯罪 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 都是一项重罪 那么文革中 就是毛泽东教唆青少年犯罪 我们知道你看 首先造反的 达老师的不是大学生 这个也不是成年人 首先是中学生 但也不是小学生 因为小学生 体格上还没有行动能力 中学生体格上 长成了大人有利器 但思想上非常不成熟 毛泽东利用的 就是这些中学生 而且首先是高干子弟 这些高干子弟 是革命家庭 他们首先得到了受益 说为什么那个王金瑶 就是那个变重云的丈夫 不接受他的道歉 他真相没有大白 因为很明显 就当初是怎么造成的 为什么是高干子弟 组成了红文兵 为什么红文兵知道可以杀人 那么为什么知道 好人打死坏人 可以不偿命 那么这是毛泽东 全盘那个说死 说不管讲文化的 制度的 社会的心理因素 讲多少 毛泽东个人的因素 在文革中都是最大的 那么他从那个 湖南农民运动开始 陈独秀就反对 说那个糟得很 但是毛泽东说好的很 给戴上大帽子 给地主挂牌子 这个批斗 什么捆绑 后来那个北伐军 为什么在那个412 蒋介石叫清党 一举成功 因为北伐军纷纷投诉 说自己在前线 那个英勇作战 而共产党的后方 搞所谓的土改 把他们的家属 把他们的父母 拿来批斗残杀 说北伐军非常愤慨 一说清党一起动手 把共产党除掉 说毛泽东个人 对教唆青少年废罪 负有重大的历史罪责 好 文革暴力的成因 我们现在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很快要看一看 文革的暴行 应该由谁来负责 个人和政府 到底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好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